好很感謝各位加入網路行銷懶人包的學員 那我們的第一堂課呢就是要先告訴各位 您已經加入了 然後您在看這個線上課程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你操作方面如果卡關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讓我幫你解決問題 那這邊呢請你先下載LINE的電腦版 等一下最後我們會來講怎麼樣去下載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LINE的電腦版安裝完之後啊 你在這個群組裡面 我現在假設我在跟另外一個人對話 我用這個示範工具來給各位看 就是你在提問題的時候 你在你的操作流程當中啊 如果有遇到問題的時候 譬如說我要去截取這個畫面給我看 然後你就把這個瀏覽器按右上角 按這個右上角 本來是全螢幕這樣子嘛 那你先按一下這個不要全螢幕 讓它縮小一點 然後右邊呢這個就是我們LINE的群組 這是示範的 所以只有一個人 然後呢你這邊有一個擷取畫面 那擷取畫面點擊之後 你就可以去擷取你有問題的圖片 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你都可以去擷取喔 所以譬如說有同學問說 欸老師請問這個葉角怎麼怎麼放 我這個葉角怎麼放這個東西 那你就畫過來喔 滑鼠 我再示範一次 打叉就是不要選取喔 來重來 來點下去滑鼠左鍵 不要放喔 然後拖椅 好這一塊 然後放開 放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勾勾完成 那它就會放到這一個 好了 剛剛已經叫我兒子不要再唱歌了 好 好剛剛呢那個擷取完畢之後 按勾勾它就跑到這一個 LINE的這個對話框裡面來齁 可是它還沒有送出 所以這時候呢 你要按那個 Enter Enter之後呢 圖片才會送到這個 討論群組裡面去齁 所以這個圖片就已經擷取完畢了 那但是呢 你在擷取的時候啊 有時候你的問題是要 詢問其中的某一個部分 所以呢 我再擷取一次齁 按一下 然後擷取 放開 這時候呢 我如果要選擇某一個區域 譬如說我點擊這個鉛筆 記得這個繪圖工具要把它點開 這繪圖工具呢 這個畫筆就是可以這樣隨便畫 譬如說 我要問的這個 請問這個工具怎麼使用的 或者是 我把它回上一步 復原 復原 我要用這個 框框 圈選 請問這個工具怎麼出現的 或者是你想直接在上面打字 按T打字 這個字有分大中小的字體齁 我用中好了齁 然後顏色也可以自己去選 比如說我選紅色 預設是紅色 然後我把 點一下這邊齁 就等於是我要在這邊打字 請問 來吧 這是 文號 好 這個時候呢 已經完成了 或者是呢 你要這個框框再點擊齁 這邊有個圓圈 你也可以用圓圈的圖示 它可以畫成橢圓 去標選 你遇到的問題齁 請問這個logo怎麼做出來的 你要用框框或者是橢圓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用直線也可以齁 譬如說這個直線 請問 為什麼你可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好 好 所以這幾種工具都可以去使用 然後你確定你都已經完成了你的繪圖工具齁 你要問的問題你就寫好了 啊對這邊是馬賽克 如果你覺得說 我不希望讓人家知道我的一些資訊齁 你就點擊馬賽克 然後 把它 選取 直接選取 選取 一個範圍 放開 它就把它馬掉了齁 就馬掉了 馬掉了 就看不清楚了 那如果說你要去移動你的這個 畫的這些 你自己畫的東西齁 就選這個 這個十字齁 你就可以按著它 移動它 有沒有 移動它 我馬錯地方了齁 把它移動到別的地方 我馬這裡齁 我馬錯了 我馬這裡齁 放開有沒有 它就可以去移動 你自己的這些 這些 你自己寫的這些東西 好 確定都完成了齁 這時候再去按勾勾 勾勾 這時候它就跑到這個 框框裡面來了齁 對話框裡面來了 然後按一下 Enter 就把它送出去了 好 那這樣呢 討論區裡面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了 OK 這個就是這個 擷取畫面的功能 那還有一種齁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希望我擷取範圍很大 比如說我打開全螢幕好了 這時候 我的line 我再把它打開 我的line 呃 我 我現在要擷取右邊 擷取不到 因為被這個畫視窗蓋住了怎麼辦 好 你按這個下拉 選擇擷取畫面的時候隱藏視窗 就 點這個隱藏視窗 勾選了齁 好 這時候 點擊 蛤 視窗自動隱藏了嗎 這樣我就可以 整個旋起來 哇 這麼大 一整片都旋起來 放開 好 一樣 去做這個畫筆齁 去 提問你的問題齁 像剛剛一樣齁 提問你的問題 好 然後按下 勾勾 這時候呢 它就跑出來了 按Enter 它就送到裡面去有沒有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 流程很簡單齁 你就可以 盡量的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可以直接截圖給我 好 放到討論區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回答問題囉 還有幾個工具 比如說我把它 圈選出來 好 這邊 右邊幾個工具 第一個工具 右邊比較少用 但是跟各位說明一下 按勾勾 剛剛我們一直有講 就是直接 跑到那個 討論區裡面去 LINE的那個討論區裡面 對話視窗裡面 那第二個這個呢 是可以把它下載 按儲存下載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一張JPG的圖片 然後它就可以去存檔 譬如說我要存到圖片 按 你這邊可以自己去命一個檔名 如果你檔名不要變的話 就不要理它 按存檔 好 那這時候呢 那個檔案 就已經存到這個圖片裡面去 我們把檔案 中管打開 然後在圖片裡面 去找一下 剛剛 這張圖片在這裡 有沒有 點兩下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擷取的圖片 所以這個是直接存在你的本機裡面 那如果你剛剛是直接按勾勾的話 就會直接秀在這個對話框裡面 那你必須送出去之後 才能夠按這個下載 把圖片下載回來 所以看你的用途 如果你不是要把它送到對話框裡面 你只是要把它擷取之後下載回來的話 你可以用剛剛的那個功能 我再試一次 擷取 擷取 然後這個功能下載回來 那第二種呢 儲存到它的Keep裡面 有沒有 儲存是Keep Keep是Line他們自己的雲端 所以儲存到Keep裡面的話呢 你今天拿著手機到處去走來 不管走到哪邊 你想要看這張檔案 它不是存在你的電腦 像剛剛那個是存在電腦裡面 這Keep是存在他們Line的雲端 所以呢 你的Line只要打開 你的手機裡面的Keep打開就可以看到 你當初 拍照的那一個圖片 擷取的圖片 我們再來看一個功能 蠻值得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擷取畫面 我先開一個 一個瀏覽器好了 這樣比較有東西 好 好 然後我擷取畫面 然後譬如說 我擷取這邊 然後GIF 這個GIF動圖 它是一個動畫 大概有10秒鐘 所以 如果你要用動畫的方式去問問題的話也不錯 那你可以這樣子 譬如說 呃 點擊之後開始跑了 譬如說 請問這個 這個 我這個問題 然後你可以用筆畫的方式 它變成 有沒有10秒 正在建立GIF動畫 好 看 它 我現在都沒有動喔 是它自己在跑喔 好 有時候 有時候你用圖片沒辦法說明 你可以用短短的 GIF動畫 去說明 去說明一下你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呢 你一樣按這個勾勾 勾勾 然後就跑到你這個對話框了嘛 對不對 然後按送出 我按送出 你看 它是一個動畫有沒有 所以這個功能喔 我是不常用啦 但是有時候還蠻好用的 就是你在特殊狀況下 你光擷取一個圖片 你沒辦法去 描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把 譬如說 欸老師為什麼這個會動 為什麼會倒數計時 你把它 把它框起來 你看他就把這個 這10秒鐘的流程都把它記錄下來 ok 好 所以呢 這一節大概講到這邊 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教學的售後服務 最棒的就是我們在群組裡面 在電腦上面操作 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會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是用手機的話 手機也很方便 你手機截取那個畫面更簡單嘛 對不對 手機截圖之後 直接送出去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畫面 看你的問題在哪邊 我們就直接針對你的問題去回覆 ok 所以 感謝您加入劉拿爸的網路型號懶人包 之後 有任何問題的話 課程上面遇到任何問題 歡迎發問 ok 可以用最快速的速度幫你解答問題 接下來告訴各位 怎麼去下載這個LINE的電腦版 你就到Google那邊 直接搜尋LINE就好了 LINE 按Enter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個 通常第一個 應該就是 LINE的官方網站 然後這邊就有個下載 你就直接點這個下載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這邊 我們現在是要下載電腦版 不是手機APP 電腦版 電腦版分為PC版跟Mac版 看你的電腦是Windows的 還是Mac的 那他預設會偵測一下你的電腦 所以他預設跑出Windows 因為他偵測到我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點擊下載Windows版 然後就有一個EXE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程式的執行檔 然後你按存檔 存到你的下載區好了 存到下載區 已經存在之前存檔過了 好 不管我再做一次啦 因為有些人的電腦程度 比較弱一些 所以我還是做一次 下載完畢之後 這邊有嘛 67.9MB 所以現在正在下載中 下載完畢了 下載完畢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點一下 正在開啟 好了 您正在嘗試安裝的應用程式 並非Microsoft Store 不要管他 然後就 仍要安裝 你就按 仍要安裝 我現在是Windows 10 反正你就把這個軟體安裝完畢 然後仍要安裝就安裝了 然後是不是 反體中文按OK 我先 因為我已經安裝過了 所以我就不要再繼續按OK OK他就開始裝了 可是因為我已經裝完了 所以我就不要再按了 你還沒有安裝的人就按 好 好 那我現在跳過這一步 接下來呢 他會跑到一個什麼狀態下呢 他會跑到 他會有一個 你的桌面就會有個LINE的圖示跑出來 你就點擊這個LINE的圖示 他就跑出這個應用程式了 然後他有兩種登錄方式 一種是這個行動條碼登錄 你就拿你的手機 把你的手機上面的LINE打開 再掃描這個QR Code 然後就可以直接登錄了 那第二種呢 電子郵件登錄 電子郵件登錄 那這個電子郵件就是你的手機上面的LINE裡面綁定的那一個E-mail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去綁定 那個LINE沒有去綁定E-mail的話 請你去綁定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呢 你就直接用這個 直接掃 用LINE掃描QR Code的功能直接掃 你就可以直接登錄了 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那個LINE綁定的E-mail 你就用E-mail登錄也可以 像我現在按E-mail登錄 你在輸入的時候 如果你怕輸入錯誤的話 譬如說我先輸入123 1212好了 你就把這個眼睛打開 而不是打開 點著 點著不要放 滑鼠左鍵按住不要放 你就可以看到你有沒有打錯 放開 放開就會變這個型號 看不見 我剛剛是亂打的 我現在來打正確的 因為我剛剛不能打正確的 因為會被你看到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呢 我會建議你直接按自動登錄 自動登錄 這兩個都把它打勾 下次你電腦開機的時候 這個LINE就會自動登錄了 這樣了解嗎 OK 那如果你到別台電腦去登錄的話 如果你有兩台電腦 別台電腦也安裝這個LINE的電腦版 別台電腦登錄的時候 你這台電腦就會自動登出 這樣了解嗎 假設你這台電腦開著 LINE也開著 第二台電腦也開著 LINE也打開了 然後你在第二台電腦 Login登錄了 那第一台電腦就會自動登出了 它不會同時存在 但是你的手機 跟你的電腦會同時存在 等於說你的電腦版的LINE在使用 你的手機的LINE也會 也會同步 訊息也會同步 你送出一個訊息 你的手機也自動送出一個訊息 這是會同步的 然後我就登錄 你看我登錄了 然後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放在旁邊 它也叫了一聲 就是我登錄了 手機其實也登錄 手機其實會知道 手機會跳提醒說 你有電腦登錄了 OK 那登錄之後 你就可以去點擊我們的這個群組 把它點開 然後就可以運用了 好 這個就是下載LINE電腦版的方法 我是劉奶爸 感謝你加入劉奶爸 網路行銷男人包 這是你邁向成功的第一步